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3点15分左右 我们来八卦下看一下这个 Hephark Holding 这个是今天的热门股 今天热门股呢 为什么热门呢 因为他他大跌超过18% 可以看到他这个 一个大管道红色 砍下来 而且他成交量呢 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叫做爆量大跌 现在老实讲呢 这个用马猴炮的哈 你可以看到之前 这时候这边有一个 Tencent 在更久之前 也是有一个Tencent 都是非常接近的 而他这个筹码风呢 这一条线啊 也就是他的主力线 就是在筹码风的最高价 H跟这个L最高价 他 最终呢是没有能力 可以站稳上去 这个筹码风的 这个 支撑没有能力突破咯 这个站不上去 而且呢又有这么多Tencent 这个老实说呢 这个 这个 卖要准备卖出的信号 准备卖出的信号 要小心了了 2根3根Tencent 又是前高主力 现在他好像又没有能力站上去 这个就是警告了 警告 Warning 但是他没有卖了 但是 如果他跌破 这一个POC啊 也就大概是 1块 1毛0.15 8啦 再破了这个 这个肯定就是要卖出去了 的 因为他已经说 我已经没有能力突破了 这条线 然后我又 然后呢 我又回来 而且我已经回来第二次了 回来第二次了 而且又有之前这些历史的具象 这个老实讲呢 如果你是有盯盘 如果他有看技术分析的话 他没有能力通上去 没有能力突破 站稳上去 这个筹码缝 才更加的tap破这个POC啊 这个就是一个 卖出信号 要抛命了的 所以如果你有 抛到命的话 你现在就输少点钱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抛命 这个就很惨了 你可以看到呢 他现在呢 又到直层线了 这个直层线 这栏是这个 这个是 高啊 这是low嘛 他他就是停在这边 而且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又有这个 前高支撑 现在你要卖的话 就不用卖了 因为 已经太迟了 要卖的话 就要卖在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位置呢 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明天不要紧今天不要了 明天 他在这个位置附近 明天出现青色蜡烛 哎 这个反而是一个回调买上涨的机会 呀 因为他又在这个支撑里面顶住了 啊 如果他明天出现青色了 没有出现青色就忘记他吧 也忘记他 因为这个 有没有出现青色的话 是明天啊 不今天啊 明天出现这个 你可以走一下 因为这个有可能就是回调买上涨吧 但是 如果是 红色就忘记他吧 这是一个 投机的动作啊 就是说 如果他青色的话 你就做一个做一个小反弹 记得 这个 最好是当天就卖的好了 啊 如果你抓到的话 他往上冲的话 当天你就要卖了 啊 不要留了啊 不要留 OK 但是我问如何呢 这个这种爆跌爆量呢 明天要开青色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困难了 啊 这个是我个人看法的呀 当然可能不对 我明天再看 看看有没有出现青色蜡烛 OK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